2020年初 一种由新型怪状病毒引发的疫情席卷全球 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居家隔离 限制出入等管制措施 就在我们每天都要进行核酸检测 嗓子眼都快要被磨出老解的时候 一曲英国年轻人想到了一个排解无聊的好办法 他们准备玩一场线上的通灵游戏 一共有6位朋友参与其中 他们分别是 独自在家年轻性感的女主海莉 也是游戏的发起人 另一个是砸女主家的窗户 主动要求参与进来的眼镜妹 热衷于玩视频特效 独自在家的双马尾 跟男友同居在经常吵架的卷发妹 和独居老爸住在一起 喜欢玩动态背景的格子山女生 最后是住在女友家里 也是他们其中唯一的男性朋友大胡子 游戏的规则很简单 每个人准备一件逝去亲人的随身物品 这样就可以在游戏中与对方再次产生联系 为了避免游戏期间出现的不可控因素 云主还特意请来了一位专业的灵媒朋友 灵媒刚一上线就警告大家 对于超出自己认知以外的东西 一定要保持基本的尊重 切记不可外开玩笑 就在这时眼镜妹举手提问 她想要见到死去的中国外公 但外公听不懂英语 而她又不会中文怎么沟通 灵媒告诉大家 被召唤来的灵体自有办法 让你明白她想表达的意思 接下来大家在灵媒的指引下 熄灭灯光点燃蜡烛 蜡烛就像是茫茫大海中的一座灯塔 能将你心中所想之人的灵魂吸引过来 但他们与人类打招呼的方式各不相同 有可能是周围的异响烛光的闪烁 也可能是突然浮现在脑海中的一个名字 或者一张照片 甚至有的灵体会直接触碰你的身体 灵媒让大家想象着腰间有一根绳子 与大门相连 一旦发生意外 只要想象着解断绳子 便可强行切断与灵界的联系 没想到游戏刚刚开始 大胡子的女友就来捣乱 吹灭蜡烛自作主张退出了群聊 此举自然是招来了骂声一片 灵媒却劝大家不用理会 继续在心中默念亲人的名字 现在灵体已经在改来的路上了 让大家都注意一下身边的任何细微变化 在灵媒的引导下 众人很快进入了状态 女主海莉感觉到有人把手搭在了自己肩膀上 话音未落眼睛妹大声惊叫 她竟然感觉到有人掐住了自己的脖子 灵媒鼓励她描述一下刚才的场景 或者有没有突然想到谁的名字 眼睛妹不可置信的对着空气喊了几声 看没有任何回应后 才敢向大家说明了情况 不久前高中同学约她一起去爬山 后来听说对方从悬崖上跌落当场死亡 她感觉是对方又回来找她了 闻听此言所有人都不禁打了个冷寨 一股莫名的寒意睡间笼罩全身 就在这时灵媒突发状况退出了群聊 让本就紧张的众人更加惶恐不安 海莉当即要打电话过去问问什么情况 而眼睛妹则是狡黠一笑 原来刚才她是骗人的 那位高中同学也是她虚构出来的人物 大家都被她精湛的演技给骗了 众人紧张的情绪也瞬间放松 但海莉看上去却很不高兴 她认为眼睛妹不遵守游戏规则更不追踪灵体 气得拍桌子而去走进了卫生间 大家也都趁着这个空档上了个厕所 可没想到众人刚刚离开 眼睛妹桌上的蜡烛竟然诡异熄灭 似乎预示着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等大家再次回到电脑前 眼睛妹依旧故技重施 说自己感觉到了身边有灵体的存在 还故意装腔做事的喊着大家的名字 此举气的女主破口大骂 其他人见状也跟着纷纷起哄 只是游戏而已何必当真 海莉试图为自己辩解 起料突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拉向了门口 叽叽喳喳的群疗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空气也仿佛睡间凝固被时间冻结 海莉赶忙提醒大家谨言慎行 或许被他们召唤出来的灵体 此时就在各位身边 没想到紧跟着海莉就听到身后传来了异响 她把电脑声音放大给众人听 一个微弱的喘息声 此刻竟然显得无比清晰 海莉壮着胆子走出卧室查看 死一般的寂静仿佛可以听到她的心跳 大家摒弃宁神 双马尾甚至害怕的捂上了眼睛 可里里外外找了一圈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直到此时海莉才意识到 或许那个声音并不是来自她家 声音竟然是来自于格子山的家里 虽然此时大家都非常害怕 但格子山还是鼓起勇气走了出去 经过一番寻找 声音好像是来自于她家的阁楼 女人胆子太小不敢上去一太究竟 于是就找了根自拍杆把手机举了上去 就在她把手机递上去的一瞬间 一双掉着的彩白大脚瞬间消失 众人的心都猛的提到了嗓子眼上 海莉起身就要给灵媒打去电话 不料却惊恐的发现 自家的客厅里似乎也掉着一个模糊的人影 但其他人通过视频根本看不清楚 相机能够拍到灵体的说法大家都听说过 海莉慌忙找来相机对着客厅拍了一张 没想到在随后取出的照片里 大家竟然真的看到了一具被吊起来的尸体 大家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急忙给灵媒打去电话寻求帮助 原来刚才灵媒那边是因为停电导致了网络故障 当她听到女主这边发生的状况后 灵媒第一时间猜到是眼镜妹死去的高中同学在捣乱 眼镜妹只能尴尬的向灵媒抬白了自己的恶作剧 起料灵媒听到后马上就紧张了起来 事前她就告诫过大家不要对灵体不敬 没想到眼镜妹竟然无视警告开启了玩笑 这就相当于凭空创造了一个新的身份 那些游荡在附近的灵魂 谁都能够以这个新的身份参与到游戏中来 如果足够幸运 那可能招来的就是个普通的灵魂 反之就有可能招来一只恶灵 鉴于目前的形势来看 基本上可以确定招来的就是恶灵无遗 众人听到这番话险些被吓尿了裤子 毕竟被恶灵柴上可不是闹着玩的 不料灯光突然疯狂闪动吓了大家一跳 灵媒的电话也莫名中断再也无法接通 想到她之前说过的话 海莉马上组织大家向恶灵虔诚的道歉 同时让他们想象着解断腰间的绳子 眼看没有更好的办法 大家只能一一照做 最后吹灭蜡烛代表正式结束通灵游戏 眼看周围的事物逐渐归于平静 几个人悬着的心也总算放了下来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卷发妹去厕所的途中 一双脚突然从天花板上垂了下来 同时格子山的头发也被人撩了一下 只是大家都沉浸在 劫后余生的喜悦之中并未有人发现 随后大家各忙各的却始终没有断开网络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卷发妹的男友不知跑去了哪里 电话都没有带走 仿佛是被瞬间蒸发了一样 而另外一边格子山女生的镜头前 似乎是一张带血的人脸猛的撞倒了摄像头 这让海莉和眼镜妹再次紧张了起来 可还没等两人坏过神来 重新开启视频特效的双马尾 竟然在客厅里识别到了另一张人脸的存在 她撞着胆子靠近对方 但仅仅是一瞬间的功夫又消失不见 双马尾觉得家里有她看不到的脏东西存在 于是把面粉撒在地上寻找对方的踪迹 结果下一秒就有一双清晰的脚印朝着自己冲了过来 双马尾慌乱跑向卧室 途中又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提到半空 然后重重摔在地上 再次起身后女生一路狂奔进了卧室 躲在被子下面再也不改出去 另一边卷发妹的男友突然从天而降 发现对方早已丧命 卷发妹慌忙想要逃出房子 结果刚走到门口就被诡异力量拖了回去 随后摔下楼梯便再也没有了动静 还没等众人从震惊之中反应过来 紧接着格子山那边也出现了问题 女生似乎被人抓住了头发 正在用力将脑袋疯狂地撞向桌面 在最后喊出一声救命后 视频画面也永远停留在了动态壁纸上 看着两名好友接连遭遇不测 剩下三人的心态直接崩溃 眼镜妹指责海莉不该玩这种邪门的游戏 海莉则埋怨她乱开玩笑 海莉先是被邪灵放倒 紧接着又被快速地拉出了房间 由于眼镜妹与海莉家住得非常近 她不顾双马尾的劝阻 戴上口罩就朝着女主家里冲了过去 群聊里只剩下了双马尾还在瑟瑟发抖 就在这时大胡子重新上线 可还没等她搞清楚眼前的状况 房间里的灯光突然诡异熄灭 她打开手电筒上楼检查线路 大胡子被吓得直接跑出了房子 结果刚来到外面就看到女友被高高吊起 而后又被掐断脖子扔进了泳池 大胡子慌不择路跑到了附近的一间农舍里 正想看清楚周围的怀境时手电筒突然爆炸 男人掏出随身携带的打火机照明 不料竟诡异的引燃了身边堆放的稻草 外随着撕心裂肺的踩叫声 大胡子最终被熊熊的烈焰推逝 但还没来得及悲伤 双马尾卧室的房门就被突然打开 她能感觉到邪灵已经近在咫尺 于是随手扔出了一条床呆 双马尾晃忙开窗逃走 明明她住的是单层平房 却仿佛睡间从几百米的高空急速坠下 眨眼间就没有了呼吸 这时眼镜妹刚刚来到海莉家中 看群聊理空荡荡的睡觉就明白了一切 她最终在书房找到了女主海莉 就在这时对面房间又有了异响 有人陪着海莉的胆子也大了起来 非要拿相机看一下邪灵到底长啥样 随着闪光灯的不停闪烁 以上便是夺命连线的全部剧情 喜欢的朋友们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支持一下 我是大嘴 咱们下个电影再见